歡迎收看古奇玩點名 今天整個大盤大跌了170幾點 那同時今天也是週選擇前的決算 那整個大盤在今天有很多需要說明的一個地方 今天大盤大跌了170幾點 而且外資大賣 那我們要看的是一個全資股的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前幾天跟大家談到全資股的大內光 鴻海跟台積電的一個K線型態 跟他未來的研判 那我們再看一下今天 今天大盤就172點 全資股裡面 造成172點重挫的兇手是誰 你從這裡去看 今天大綠光跌停對不對 今天蓮花科跌停 今天可乘跌了6% 那鴻海已經跌了很多了 所以基本上都在這一塊 那這一塊跟什麼連結最大 跟外資對不對 外資在操控整個大盤 然後他在做一個打壓 今天星期三週選擇前結算 所以跌得更兇 但是我們從他的K線來看 整個型態架構 尤其是大盤 他已經有所改變了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我們先看一下大盤 今天大盤重挫來到這裡 那你要注意什麼 他已經在這 這季線在這裡 他已經跌破 那這裡是年線 那之前的低點呢 10225 10257 這景線是很重要的一個景線 再加上年線 年線慢慢的往上走對不對 所以在最近這幾個月內 這個位置10250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台股為什麼會跌這麼兇 其實跟外資在台子期 絕對有關係 因為整個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國際股市 國際股市其實走勢 它並沒有像台股這麼的兇悍 我們來看一下像納斯大指數 它的季線還在這裡 還有一段距離 它仍然是一個兜頭架構 我們再看廢城半導體指數 它還是在季線這裡對不對 再看一下跟我們最接近的 南韓的股市 南韓股市今天也是跌 但是它也是只跌到季線 這是南韓股市的季線 那台股跌這麼兇 最大原因是 當然跟台子期有關係 因為外資在期貨選擇型方面 它是佈了空單 那我們再看一下另外 那外資大賣以後 它錢也沒有跑出去 並沒有 因為台幣來講 它還是在處於30塊附近的升值的狀態 外資如果把錢匯走 它一定會賣新台幣 新台幣它就會貶值 那所以目前來講 外資也沒有撤走的跡象 那外資最近這幾天在賣 它最主要是在台子期獲利 尤其是今天週選擇前結算 這是第一個我要跟大家談的 第二個你要避開 跟外資有太大關係的一些股票 比如說像今天大跌的 像鴻海大力光 還有像可乘這一類的 它都跟外資跟iPhone族群有關係 而且跟融資余額太高也有關係 那這些股票在外資打壓之下 它會相當的危險 所以你必須要第一個動作 檢視你手中持股 那該換股的 該賣的 你要做一個動作 那目前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像我昨天 我們跟大家談到辣椒 它昨天漲停對不對 我說好的股票 它已經在大盤震盪的時候 它會浮出檯面嘛 那今天呢 這昨天12月5號 今天大盤落1.762點 它今天持續的往上走 漲了4% 那昨天漲停 今天再往上走 可是今天大盤是跌的 它並沒有跌 它是持平 那這一檔股票呢 對一些空投 是相當諷刺的 大盤連續的往下重挫 可是你一路放空的股票呢 精彩 卻讓你還在賠錢 如果這些空投是空台子 那它可能大賺 但是空個股 我一直強調呢 你要空的是弱勢股 要買的是買強勢股 那現階段呢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談精彩 還有談辣椒 那為什麼選股方向 它會轉到這個地方 因為這些股票 它跟外資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外資打壓不了 然後它基本沒有成長 籌碼穩定 它自然就會往上走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是講大盤 大盤其實都在外資的一個操控當中 也就是說它在玩弄台灣的指數 它手中持有相當多的台積電 相當多的鴻海 相當多的大力光 它要大力光跌停 它賣出來就跌停了 那就會影響到大盤的走勢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OTC的走勢 大盤連線在這裡對不對 OTC的連線在這裡 OTC今天也剛好在季線附近 所以它跟大盤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OTC我講過 OTC包含最近這半年 一年回來的一些內資中時戶 大戶跟主力都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來看它的成交量 這是年限 但目前來講 還是一樣是一個標準的兜頭架構 從今年1月份開始成交量就放大了 7月份開始更多對不對 那這些都是因為什麼 因為之前鎮守稅被趕走了一些人 那最近鎮守稅有所改善以後 全部回來了 還有包括當充的稅降低 然後造成OTC這裡人氣很旺 量也很大 那你說這裡壓回 你注意看這三天壓回 它是量縮的 也就是說這裡往下掉 它並不是出貨 它只是因為大盤跌 投資人很緊張 然後隨著這個盤勢 它做一個整理 那OTC裡面當然包括很多族群 那也包括我們介入的辣椒 辣椒昨天漲停 今天又繼續漲 所以我必須要跟大家談 大盤跟外資關聯性太大的 或者融資太高的 那或者一些類似像 iPhone族群 侵守太深的這些股票 你都要小心 那像這種遊戲股 像辣椒這一類股票 它跟大盤跟外資 其實就比較沒有太大的關係對不對 因為這些人操作 它是針對個股 那它跟外資的目的不一樣 外資的目的呢 它是因為台灣指數 它在其實在今天 週選擇前結算大賺 其實它在上禮拜 包括這個禮拜一 它一直在佈局 買進賣權的選擇前空單 那今天用盡全力的往下壓 那我們下一段會跟大家談到 像台積電跟鴻海跟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好慘地跌到這裡 那這些股票呢 還有今天年花科 這些股票呢 未來你要怎麼看待 我們休息一下 運搭頭顧 好看 農地家啦 即日起升裝運搭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搭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连达特固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特固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回到现场 那现阶段操作的困难度相当的高 那尤其是大盘的部分 那选股的话 要精细的去选股 最好是选一些 未来有波段潜力的股票 然后基本面成长 那你在低档 它还没大涨 趁大盘在整理的时候 去做一个卡位 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像辣椒 其实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跟大家谈辣椒 为什么昨天它会涨停 因为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底部形态 第一个这里横盘了五个多月 筹码很干净 第二个这里形成一个头肩底架构 对不对 筹底架构的一个特色就是怎么样 往下跌的量越来越少 往上涨的量攻击的越来越大 所以在这之前 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头肩底架构 对不对 那完了以后 它进行一个收敛三角形整理 那收敛三角形整理 它就是怎么样 量一直缩 缩到这里代表洗盘结束了 然后起涨 所以这个涨停 我们做教对不对 那我也认为它会继续往上走 它有机会再创新高 那昨天涨停 今天大盘跌172点 它一样的往上再又再度的涨了4%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简单看一下 辣椒的周K线 这是两年的大底 这个就是底部形态 那这景线在这45块附近 那45块位置在哪里 45块位置就是在日K线的这个位置 整理的末端 所以切入的刚刚好 往上走对不对 涨停 那今天又继续往上走 我只是要跟大家谈 你要好好的去选择 去规划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未来有波段潜力 但日K线整理到尾端 那这种股票去介入 第一个很安全 第二个你有机会赚到大波段的利润 好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大盘的部分 其实目前的大盘不是很好解 因为大盘完全是在外资的操控当中 我比较倾向于锁定个股 针对OTC的个股去做一个布局 去做个卡位 去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那大盘的部分 外资掌控得相当厉害 尤其在外资在台子期选择权 这几天跌下来大获全胜 那我相信 很多投资人在这里受伤很惨重 我们来看一下全资股 你要做台子你一定要注意到全资股 今天跌了172点 大力光达到跌停 这是很罕见的事情 因为大力光其实筹码 除了大股东以外 几乎那么高价的股票 散户没有嘛 几乎全部在外资手中 所以外资很容易去操控 大力光的涨跌 那大力光又是小型股的代表 所以会让投资人心里会觉得很恐慌 那另外大型股的代表就是台积电 还有鸿海对不对 那另外标准的iPhone族群 融资很高的代表 它就是可乘嘛 那这里是全资股 今天表现最弱的大概就是这几档 那我们来看一下金控股 今天其实表现了还是还可以 并没有重挫 那重挫在这几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鸿海 鸿海的走势目前来讲 它已经是一个空头的架构了 这个头部已经确立了 因为它这里形成ABC往下跌 目前跌到这个地方 今天是有93 我记得前天跟大家谈过 红海100块以下 如果你套牢的 我不建议你再卖了 因为这里它有反弹的机会 那上一次在这里 反弹到这个景线没有过去 这是第二个卖点 对不对 ABC反弹这压力区 这压力区大概在115附近 那很多投资人看不懂量价结构 也不了解筹码面 那一味的乱买 那买了以后赔钱又不卖 那如果说你是买在这个地方 那你赔钱不卖 到今天你可能赔得很惨 那这里我们把它拉近 我们把这一档讲完 这里ABC往下跌 对不对 今天跌到这个地方了 而且它这里下跌是带量的 那这里的满足点也差不多到了 它会有一个反弹 但是反弹你一定要卖 因为头部形态已经完成了 反弹你一定要卖 那基本上这一条是年线 它反弹应该在年线附近 还有这里也有压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区域 大概在100块 稍微多一点点 这附近你就应该出 就应该出 不要心存太多的幻想 那如果外资一直打压的话 就很可能还会再跌 那红海另外一个 跟大力光不一样的是 赏户手中持有很多红海 那这些融资余额 也是你要注意的 那另外下一段 我们跟大家谈台积电 零花科跟大力光 我们休息一下 运达头部 零九 零九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 运达头顾 零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零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 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零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好我们回到现场 我们刚刚谈到鸿海 鸿海赏户的融资蛮多的 所以操作上你要注意 该卖的你要卖 那不然一路继续往下跌 会很危险 那接下来看看大力光 大力光几乎在大股东 跟外资手上 因为太贵了 一般投资人手上没有 但是它的影响力很大 它会影响到人的一个持股信心 我们来看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的量 吓死人这么大的量 所以今天外资 它真的请全力打压 把它打到跌停 那指数一路往下掉 今天跌了172点 所以它在选择前方面 在企务方面大赚 那这里头部是已经确立了 因为这颈线也跌破了 对不对 甚至年线一次就灌破 这是人为的 人为的操作 所以这一档股票 其实没有什么好解的 但是它已经是头部确立了 已经是头部确立了 那这一档只是让大家看形态 因为一般散户手上几乎是没有的 我们再看台积电 台积电它目前在这个地方 年线在这里 台积电是所有股票里面 它表现的依然是一个兜头的架构 它最大的支撑在这个地方 所以台积电相当的令人安心 因为它的业绩也相当的好 不用太紧张 那另外今天外资可以打压的有零花科 零花科今天打到跌停 这个如果没有刻意的去打压 它一天它不会跌这么凶 带这么大的量 但是这里一下来以后 这个颈线是算跌破了对不对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头部区 那类似这种股票 你必须自己去检视 那反弹 你都要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它的年线在这个地方 这是全资股的部分 我还是要跟大家谈 回归到你手中的股票 只有你自己 才会要非常的关心 你手中的持股 你该怎么操作 要不要换股 还是继续报一些 有可能会大赔的股票 该赔的该卖的 你还是要卖 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人喜欢换空 可是看一看精彩 大盘跌得稀里哗啦 换空的人换臭股票 有没有赚钱 没有赚钱 还在赔钱 甚至还在大赔 因为这一档股票 我赚了六成 换空的人 当然也赔了六成 你赔没有六成 也至少三成以上 换臭股票 我一直跟大家谈 要买强势股 空 你要空弱势股 那哪一些是弱势股 既线向下 然后融资筹码很多的 比如说像iPhone主席 里面就很多 比如说可乘就是一个例子 你要去空弱势股 要买强势股 那很多人做错了 被嘎空 融券仍然是大赔的 还有另外一点 我们之前谈到仪鼎 我们在这里介入 它做直升机往上冲 我们在这里以下买进 在这里以上卖出 我一直跟大家谈到 我买进该卖的时候 我会带出 那有些股票 我们有机会做一个说明 那有时候没有时间 像另外像穆德 穆德其实我们前几天 我们已经获利出清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资源 你目前来讲 你必须要选择什么样 在现阶段 大盘震荡整理的时候 你必须要重新的选股 选一赛低档卡位 有机会赚大波段的股票 这个才是你目前的重点 之前我们跟大家谈到 资源这一档股票 那我们也从它的低档 去做一个卡位 我们从哪里看出来 我们从它的周K线 呈现一个头肩级形态 去抓出来 去做一个买进 对不对 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 那现阶段 我们又来到了 辣椒 它昨天涨停 它今天又继续涨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一个 它的一个底部形态 它整理了五个多月 它的量价结构 这是日K线 那你再看一下周K线 它也是一个 从底部形态往上创出来 对不对 这一条线它就在45块 这是两年的大底 然后量出来了 这个量出来了以后 再往上创新钩 就代表这个量是怎么样 是进货的 是买进的 筹码是稳定的 那如果这些是进货的量 那它股价就不止在这个地方 它就应该会往上走 对不对 那辣椒这种股票 跟外资就没有很大的关系了 这是属于内资的部分 那这是日K线 45块在这个地方 45块在这条线 这是周K线 所以它往上突破 我们就是做教了 对不对 这里分两次五个月 分一个头肩底洗盘 再分一个收敛三角形洗盘 所以这五个月的筹码相当的干净 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为什么昨天能够涨停 昨天没有几档股票涨停 大盘没有OTC只有个位数 但是起涨的股票 就只有它一档 今天它继续走 涨4% 它前三季已经赚了2.11元 现在五十几块其实都不算贵 那重点是你手中的持股 你要怎么样去换股 怎么样去卡位 转进这一类的股票 就如同资权的资源 在这里40块附近 我们抓出了它的架构 抓出了筹码面 然后你就很容易 40 45 50 55 60 你赚到这个波段 那同样的辣椒 我们也有机会往上赚 一档一档座 我带你布局 带你卡位 甚至我带你转换持股 把握机会把电话拨通 谢谢大家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